次は続いて練習問題を勉強しましょ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第二课的练习题部分 那么第一题是仿装例子完成下列的句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これはパソコンです 大家看懂了吗? それは何ですか? 说那个是什么? これはパソコンです 然后说这个是电脑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题说 あれはのカバンですか? 森さんのカバンです あれは何々のカバンですか? カバン是包 然后说那个是什么什么的包吗? 森さんのカバンです 是森的包 那么我问的时候应该填一个什么词呢? 对应该填一个誰 あれは誰のカバンですか? はい次2番 森さんのカバンですか? あれです 然后那么根据字面 森さん的散是什么什么呢? 回答是那个 所以我们应该填 对どれ 森さんのカバンはどれですか? 森さん的散是哪一个? あれです 是那个 はい好的 次 この本はのですか? 这个书什么的呢? 私のです 所以填什么词呢? 对下面这个是我的 所以你应该问什么 对 誰のですか? この本は誰のですか? 私のです 好 下面呢 4番第4个 森さんのパソコンはですか? 森さん的电脑是什么什么吗? 回答 それです 然后是那个 所以你应该怎么问 对很好 どれですか? 森さんのパソコンはどれですか? それです 是哪个 是那个 はい 次 下面呢 第二题也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仿照例子 说 これは本です 那么这个地方的是填注词 说这是书 那么看一下第一个 そのnoteは誰ですか? note是本子 是吧 然后说那个本子是谁 然后后面就要填一个什么注词呢? 对很好 要填一个の 誰のですか? そのnoteは誰のですか? 那个本子是谁的呢? 好 下面来看一下 二番 田中的车 哪个呢? 所以这填什么? 对很好 要填哇 因为田中さんの車 这是作为句子的主语 对吧 田中さんの車はどれですか? 次 下面来看三番 第三 吉田さん43歳です 这个填 对很好 要填哇 因为它是主语 集填43岁 はい 次 四番 これは中国語の辞書 でありません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是否定形式 看到了吧 说这个 什么 不是汉语字典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字面 意思都看出来了 所以这儿填的是 对填的是 わではありません 这是固定用法 对不对 はい 好的 那我们的练习题部分呢 就说到这里了 はい 第2课は全部終わりました 疲れ様でした 我们第二课就全部说完了 大家辛苦了 一会儿